华佗 后汉时候,有个医术很高明的人,名叫华佗 他到处治病救人,远近百姓,没有一个人不称赞他 没有一个人不佩服他 他原来是个监通几种经书的读书人 也到过徐州等地求学 那时候,有人推荐他到朝廷去做官,但是他拒绝了 后来,他在江东一带行医 不但经研医术,而且也注意养生 他常常告诉人说,人体应该时常动,但不可过度 披如流动的水,自然不会腐败的 一天,他背上药栏,提了药产 出门到深山中去采集草药 路上,他遇到有人从荆州回来,告诉他 鼠将关羽在攻打樊城时,又壁上中了一只毒箭 伤势很重,一时又找不到好的医生 华佗听了那个人的话,心想 关羽是个勇将,毁了右臂多可惜 于是,他决定去替关羽治伤 他积极回转住所,收拾了针刀、药物 当天雇了一只船,不管风大、浪高 渡江来见关羽 华佗过江上岸,一路上 但见马尸残甲,一片战场残景,心里不免凄凉 走进鼠营,兵士见他头上戴了一顶方巾 手里提着一只灭香,打扮奇特,不让他进去 话托连忙说明来意,他是来给关将军治伤的 兵士领着他去见关羽的儿子关羽 关羽知道他是江东有名的医生 连忙殷切招待他 这时,关羽正因闭痛烦闷 在帐中和马良下棋消遣 听到有医生来了,就叫关平陪来相见 关羽解开衣袍,伸出右臂 华佗一看创口四周的皮肉都已发黑 就对关羽说 这是毒药所致,幸好我赶来得早 否则,这条手臂就没有用了 华佗怕关羽不能忍痛 说要立一根木桩,钉上铁环 把手臂穿进铁环,用绳绑住 然后动手开刀 关羽听了,大笑着说不必 随即把右臂伸给华佗 华佗又从布袋里取出一把尖刀 又叫一个兵士捧着一只大盆接血 关羽一面喝酒,一面人和马良下棋 一点没有未切的样子 华佗只挤刀,把窗口周围的紫黑皮肉 全部割掉,他又用刀刮骨 发出酥酥的声响 仗上仗下,没有一个不替关羽担惊 也没有一个不佩服华佗的 华佗把毒刮尽,血已留了一大盆 他连忙敷上药,然后用线缝好伤口 关羽大笑着站了起来 试着把右臂一伸,没有疼痛 心里着实佩服他 关羽很感激华佗,送给他黄金白两作为酬谢 但华佗怎么也不肯受,就辞别他们走了 由于这神奇的医术,华佗的名声也从此越来越响 远近百姓来请他治病的,也愈来愈多了 那时候,卫国的曹操正患头疯病 发作的时候心乱眼花,十分疼痛 听到华佗的名声,便差遣人日夜赶来 叫华佗到洛阳去替他治病 差使找到华佗 华佗正在替人治病 他虽然不愿意到洛阳去 但又无法拒绝 差使迫使华佗日夜赶路 不几天就到了洛阳 差使让他住在医馆里 等候曹操召见 华佗住在医馆里 虽然很安逸 但是,他心里烦乱 老是惦记着病苦的百姓 他望着空中的飞鸟 恨不得自己也长上翅膀 立刻飞回去 这天,他正望着天空出神 曹操派人来对他说 大王的头疯病又发作了 请华大夫快去 华佗到了魏王府 只见曹操两手捧着头 愁眉苦脸地躺在榻上 母样十分痛苦 华佗仔细地替曹操枕脉 断定他是因为思虑过度 所以眼花心乱 头脑疼痛了 于是他告诉曹操 大王的病 暂时只能用针挚 没法断根 曹操虽然瞧不起他 但是,正在痛苦头上 就叫他马上医治 华佗取出针 在曹操脑后 镜像间找准穴位 就刺了进去 不一会儿 曹操觉得心头宽恕了 眼睛也不昏花了 他嘴里不说 心里也着实佩服 华佗拔出金针 曹操的头疯病消失了 他由衷地夸华佗 华佗又告诉他 这病没办法断根 除非砍开脑袋 才能彻底治好 曹操一听要砍开脑袋 吓得连连摇手 不敢尝试 他把华佗留在身边 不准离去 华佗虽然很苦恼 但无可奈何 只得回到驿馆 听后曹操传唤 他无事可做 于是整天服案著作 把自己在医疗药物上的经验 分别记了下来 夜深了 他只是对着残主发愁 医学原是救人疾苦的 我一辈子只为事后一个人 这有什么意思呢 他越想越不对头 开门出来 但见月光照着高墙 远处传来打羹的帮子声 逃走吧 难了 他左思右想 只得扯个谎 说离家很久 请求准他回去探视 曹操准许了他 给嫁一个月 这时 他好像脱笼的飞鸟 背起药囊 如飞般地赶回佩裔老家去了 华佗到了家里 村上的百姓都高兴地说 这下活命就有保障了 但愿魏王不再传他去 从此 远近病人又都来求他医治 大家都不愿华佗离开 华佗也不想再到曹操那里去做示意 可是过了不久 曹操的头疯病又犯了 他立刻想到华佗 马上下了一道急召令 佩裔县令不敢延缓 火速带了几名牙医 骑着快马 到华佗家里来 但是 华佗打定主意 不再去侍候曹操 他推说妻子有病 不能远离 后来 曹操几次来催 他也没有理睬 一天 华佗家里来了几个武士 他们气势汹汹地将华佗一把抓住 压了起来 魏王派人来抓华佗的消息 立刻传遍村上 大家都吃了一惊 纷纷赶来 人群中不知是谁说了一句 拦阻去 于是 男人带头 女人跟在后面 拥上去把华佗和几个武士 团团围了起来 华佗很感动 他对民众说 各位放心 我没有罪 魏王一定会放我回来的 人们这才慢慢散了开来 众人也看着华佗被压界上马 寻着大路持去 妇女们掉着泪 愤愤地说 倒不如魏王快快死去 好让我们的医生回来 武士们把华佗借到洛阳 未见曹操 华佗是一肚子委屈 愤怒 终于触怒了曹操 把他监禁起来 这时 有个上大夫寻狱 劝曹操留着华佗来医活人命 但是曹操执意要杀死他 曹操说 不必担忧 死了他 难道就没有医生了吗 华佗被监禁在牢里 有个姓武的狱祖 知道华佗热心替人治病 很同情他 天天送酒菜来给他吃 华佗临死前 将从家里带来的一部清囊 送给狱祖 华佗说 这部医书是我医生的心血 学会它可以记事救人 狱祖很高兴 把书带到家里 叫他的妻子好好的保存起来 哪知 他的妻子害怕受到连累 像华佗一样死在狱中 竟把书烧毁了 华佗的著作虽然失传 但他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医术 被人称颂 他的许多故事 一直到现在 还流传在民间 结束了 所以说我们中心 手一叙子 OST 僱逻 能吃吧